哲言来天宫寻白浅,告诉他自己在西海发现了莫渊的魂魄 虽然当日莫渊用元神封了东皇宫,按理说这世间再无莫渊 可是当日莫渊竟然给他们师兄弟留下了蜡锯,等我 哲言一直被父神所养,与莫渊一同长大,十分了解莫渊的性格 既然他留下了那句话,就证明他一定有办法保住自己的魂魄 哲言这万年以来,从来没有放弃寻找莫渊的魂魄,终于被他发现 原来莫渊的魂魄就在西海大皇子体内,只是这魂魄实在过于虚弱 才让自己一直没有察觉到他的存在 这西海大皇子不是旁人,这是白浅大师兄别疯的兄长 传闻,这大皇子一直体弱多壁,只能养在西海水宫之中 如今,莫渊的魂魄又须他的仙力养着 白浅心忧,若是师父喜来,这其中的恩怨又当如何还 哲言宽慰白浅,这大皇子幼年时曾受过莫渊天大的恩怯 如今,且当他报恩了吧 听了这话,浅浅才微微心安 事不宜迟,白浅既已知道师父魂魄魄所在,定要前去西海守护 自己已经等了数万年,只为了有朝一日可以重新唤醒师父莫渊 如今,这一日终于到来,白浅竟有些不敢相信 白浅去找叶华,想告诉他自己要去西海的事情 也许有段时间不能回天宫 虽然叶华与自己因为阿里欧气 可是白浅觉得自己这么不高而别也实在不妥 他前去找叶华,发现叶华竟然在自己寝宫门前喝闷酒 白浅偷偷在一旁数了数,竟然喝了五罐 白浅想到赖赖告诉自己,阿里的酒量多少随了叶华 如今看来,这父子俩的酒量竟然这么一般 怪不得阿里喝了几杯果酒,睡了这么长时间 还害得自己被叶华责怪 想到这里,白浅就觉得自己多少委屈着 哲言带着白浅来到西海 他本以为墨渊将这魂魄安放在西海大黄子的体内 那大黄子周身的仙气,自己应该有些熟悉感 又或者这大黄子魂魄染了墨渊的影子 可让白浅没想到的是 在他看到床上病泱泱的人 心不自觉地沉了下去 这大黄子气派柔软 周身的仙气也是若隐若现,十分虚弱 这让自己如何相信他那四海八荒 叱咤风云的墨渊战神魂魄会在他的身上 哲言告诉白浅 若想让墨渊今早把魂魄结好 还需要天足圣武结魂灯 白浅自然知道这结魂灯 当日凤九就是偷偷上了天宫 想将这结魂灯送予自己作为生日礼物 好可以唤醒墨渊 白浅心中叹道 早知道今日当初不归怀那结婚都好了 如今自己还要再厚着脸皮去跟叶华姐 白浅正愁住着 西海却迎来了一位贵客 这贵客还来头不想 西海上上下下都去大殿迎接了 白浅去了大殿一看 这贵客不是旁人 正是叶华 叶华叫了白浅 与他共处一室 两人都默默无言 白浅心想着 无论如何 今天也得把结魂灯拿到手 硬着头皮喊了声叶华 还没等他说什么 叶华困住白浅的双手 将他抵在墙上 一双眼睛硕热地问道 浅浅 你心里可有我一丝的位置 叶华得知白浅要去取了 神之草来救墨渊 望着白浅的双目 一字一字道 为了他 你连命都不要了吗 你疯了吗 白浅顿着顿说道 叶华 我们这一纸婚约 还是算的吧 叶华一下子没有站稳 晃了晃问道 你说什么 白浅有点不敢直视 叶华的眼睛说道 左右不过是因为 当年桑吉退了婚 让青秋和天族面子上过不去 如今你们退一次 我们退一次 也算公平 这前程往事的 以后也不再会谁欠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